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最近公布的两份民调 纷纷指出寻求连任的首都市长柯文哲 他还是维持持续领先的状态 有人大胆的推论说 大概年底这局江山已定 柯市长大概过关没有问题 是这样子吗 同时市长最近 有一个叫一日幕僚的 YouTube的短片 造成疯狂的点阅 但也引起一定程度的争议 更重要的是 这些正义的背后 有哪些我们不得不正式的意义呢 今天邀请四位来宾 跟我们做深度的讨论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老朋友陈彦博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戴喜金 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 同时8月1号要转任 市长竞选总部的发言人林小琪 大家好 王时琪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来进一段 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因为还有就是说 我今天我们要请你来就是说 里面这个旧女人 他的政府官传局 因为还有就是说 我今天我们要请你来就是说 里面这个旧女人 他的政府官传局 施工的这个表当中 比如说 商业处他找的这些网络 都有一个无缺的迷路 比如说最短本市 也是开的 比如说交通局要宣导机车安全 那因为你们艺术处呢 就写市政宣传 我跟主人举事一家 就是当时我们表现得很清楚的 但是每一个部分 我们都有做事跟宣传 因为有些 这些影片我都有看过 我不太清楚 就是在宣传时 我会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台客剧场 应该是讲解 那边是第一句 因为还有就是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 就是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 就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扣掉一些小弟弟小妹妹可能还不能用手机的话 看的人是蛮恐怖的多 OK好 一日幕僚动用市府的资源吗 柯文哲说没有多花什么钱 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老朋友市议员王宏威日前质疑 标案几乎都压在10万元以下 故意躲避公开招标规定 外界认为这样等于市府 想把案子给谁就给谁 柯文哲表示 对北市府来说拍摄一日幕僚 没有多花什么费用 反正他们出门本来就有随护 没额外花什么钱 也没有制装费 我们还是照我们每天这样子生活 你要撤拍就撤拍了 那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 柯市长的好朋友 王世坚王一元 他的关心 那王一元的办公室主任沈志玲 他就特别邀请了学姐 就黄静玲小姐 他是柯市长的脸书的小编 可是正式的职务抬头 可能不叫小编 他有上过我们节目 也是很疯狂 一堆对他非常有兴趣的男孩子 一直叫我说杨文嘉 废话少说一点 可不可以问一下他的脸书 他的IG的账号 实在是没有办法提供这种服务了 OK 那沈志玲就把这个黄静玲 找到办公室 他就问他说 你们派一日幕僚的时候 一定是上班日 黄静玲说对 那天是上班 沈志玲就说 那天是宣传什么市政呢 黄静玲回答说 环南市场上梁典礼 龙山市B2的广场 万华清零公园 点点点点点点等等 可是重点是 这个对答 也被侧拍泼上脸书 被疯狂的网友们 狠狠的臭骂一顿 燕博怎么看 市议员的办公室主任 把相关的市府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幕僚 找来办公室 做一些市政的咨询 是合法或不合法 那么如果是一个合法 那不合法另外一回事 那如果合法提出这样的东西 当然也要接受网友的 包括云友的一些 所以他对他态度的评估 你怎么看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节目 是在市大运之前 就要找柯文哲来上 但是市大运之前太忙了 那市大运完了 又还有很多收尾的工作 再加上我们的议会 这样咨询什么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快选举前 他们的幕僚 想到这个节目 有曾经来找过他们 他们才回头又去找那个节目 说我们可以来合作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到现在是这个样的 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 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 他是市府的幕僚 基本上就是领国家的公务员 就是你领这个 柯文哲请来的人 就广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他就是官员 广义上来是官员 那对我们市政 这个市议员来讲的话 办公室主任 是不是我们都没有 是我们最大的幕僚 可以找他来吗 可以 完全可以 只要你对这个市长 或是对市政所有的问题 这个如果议员本人没时间 我的习惯是我本人问 我的习惯是我本人问 因为我坦白讲 有很多东西 我希望有本人来问的话 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王世坚的这个幕僚 我也认识 他跟随王世坚 这个也跟随很久了 是王世坚很重要的一个幕僚人员 他今天有疑问来请这个市政府的相关人员 来到办公室来做说明 完全合法 而且是很正当的事情 很正当 那至于你问的内容 那当然每个人的数值水准 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内容我就不予置评 但为什么会市政府会带人来侧拍这个事情 就争议最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不完全 因为省市里一直说 他是被设计 OK 等一下那个发言人可以再做补充 被设计 OK 好 这个是我觉得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是议场上面的质询 一定是透过准备 透过包装的 因为他是要现场直播 要现场那个 但是呢 我们请这个市府的幕僚 或是请市府的官员来 在办公室官启来谈 其实就是很随便了 什么议题或是什么话 就不需要经过包装 我们可能就直接问或是怎么样 甚至于有时候会开骂 或者有时候会有所争执 官员也会跟我们争执 不是只有我们会去跟官员去argue 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又被车拍 车拍以后又放在这个 又放在这个网路上面 供大家来点语 其实我觉得坦白讲 这明显的就是被设计的 OK 王世坚这个就是被设计 设计的目的 设计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坦白讲我是觉得是 这个市长这边是摆明的要修理 市长这边是摆明的要修理王世坚 因为王世坚从 这个柯文哲上任了以后 从情况市场那件事情 两个人拍桌了那一次的以后 王世坚的这个问真的态度 全部都在 全部都是在这个 咨询柯文哲市长 而且是攻击柯文哲市长 而且就算柯文哲跟 那时候跟民进党的关系很好 但是王世坚还是特立独行 就是一直在攻这个 攻柯文哲市长 而且攻柯文哲市长 有没有票 有票 有票 他只要雇注那一点点的票 王世坚保证一定可以当选 特定区德市场可以满足他 今天王世坚会为了这个问题 来询问这些相关的内容来讲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不意外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就是 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节目嘛 而且选举就做了宣传 然后这个 这个里面这个 里面这个东西600万 600万的点阅率那么高 可以看到柯文哲做什么 或者可以看到我们台北市进步什么 甚至可以看到台北市不足什么 这个我们都是乐观其成 但是王世坚 王世坚会请他们来做 一定是针对这个议题 他们必须要有手出手 我还是特别强调是说 整个事情来看是合法 而且我觉得王世坚是被设计 另外一个 柯文哲市长这边 还有这些木鸟们 这些小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要放 你们要放宽一下你们的心态 你们来市政府工作 是要接受大家民意的监督 包括议员的监督 包括市民的监督 不要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议员 这是不公平的 而且是不正当的 OK 徐庆兄有设计被设计这样子的一种 二元对立的阴谋论吗 你的看法 我觉得几个面向 这个五六百万的点阅率 我觉得搞不好有一半以上 就冲着学姐来了 不是冲着柯P来的 这个有争议 等下班人要讲一下 我觉得搞不好 我真的觉得很多人 就像文家说上次他来上节目一样 对不对 风狂又爆动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有一半以上 就冲着学姐来 所以柯P不要太高兴了 第二个 刚刚提到说 民意代表或者是助理 找官员来办公室 做一些政策的沟通 其实这个在议会 在立法院都是常态 那甚至有些时候 比如他知道我们在调阅某些资料 或对某些重大政策表示关心 其实很多官员跟局处的联络 都主动来找我们也有 这是个双向的 那只要是个良性的沟通 基本上就事论事 特别是台北市议会来讲 我觉得不分蓝绿 大家对于市政重大政策 私底下找官员来沟通 他们不管是派各局处的科员也好 承办人也好 甚至有时候局处首长自己来 都有这是常态 那只是重点在于说 王世界办公室说法是说 他并没有指定要学姐来 是学姐自己被市政府派来 跟他做沟通 那因为学姐最近在网络爆红 所以引发很多的关注 那第二个正义点是说 为什么会有媒体在 那这个媒体到底是跟着学姐来的 还是在议会不小心被碰见的 还是说有预谋被设计的 那如果是事先安排 或是刻意找来的 那显然那个被设计的成分就很高 假如是因为 因为有时候常本来就有些媒体在那个地方 他要随机找一些议员 或是一些助理来问一些讯息 甚至有些比较静职的媒体 包括电子在内 他有时候电子媒体 休假的时候他都会来议会逛逛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 那有些很静职的媒体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理清楚说 到底这个电视媒体是谁找来的 是巧遇还是安排的 如果是安排的 那显然设计成分很高 还有一个 如果王世坚办公室觉得说 有被设计的感觉 甚至觉得 第一个我没有指定你为什么是学姐自己跑来 第二个为什么你来还带记者来 他如果觉得这个不恰当 其实他可以很客气的请媒体在外面等候 不一定要全程让他在那边撤拍 而且这是很礼貌的 而且这个也是符合相关规定 就是说我有事情要跟市政府的官员做沟通 即便是市长的幕僚 我们沟通完之后 你要另外做采访 如果他愿意 OK我们分别受采访 也不一定要在那边撤拍 所以坦白讲 我说王世坚办公室自己说被设计的 甚至觉得说苦肉计啊 故意因为他是科会第一名嘛 所以借此来修理他 借了网友的力量来打压他 但是我觉得议员本身跟办公室 还可以技巧性的做一些弹性的安排 来自我保护 不要说被刻意扭曲或被设计成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再来就是说 科市长办公室说 其实没多花什么钱 那其实今天市长下午就要到议会来施政备训 今天跟明天两天 我跟彦博我们就要随时提箱上阵了 那重点是说 没花多少钱是花了多少钱 包括我们有意愿之一的 现在很多的标人按照政府采购法 如果超过十万块以上是要公开招标的 可是你如果切割成为十万以下的小标的话 他是不用公开招标的 我可以指定任何人 这就是有人质疑的 你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便宜心 是去找你比较热爱 或是对你有帮助宣传的网红 来做一些技术性的行销 那这样的做法如果比例占太高 适不适合 有没有监督法令跟议会监督这样的一个嫌疑 我觉得都可以来讨论 OK好 发言人 这个一般讨论说 刻意派学姐到议员的办公室 大家问好 可是讲说 不善良的人才会想到阴谋 OK 到底谁比较不善良 麻烦你做一个总和性的会议 包括说 是不是有刻意把大标采成小标 然后小标就比较好标 给我想要的人你去标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我叫不好听 有没有说叫无鬼搬运 就比较不符合我们所谓透明监督 公开治理这种所谓议会 或是个市政府这样的一个 一个标准跟价值 您的看法跟回应 是 刚刚彦博议员跟习清议员所讲的 我都非常认同 也就是说议员北渝 他们监督市政的这样一个职责 那请北市府的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代表人士来做说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那北市府里面也认为 我们也认同这样的做法 那我特别要提到说 其实王世坚议员在七月的时候 他有来喊要求就是我们能够提供 例如说跟这个网红合作的一些资料 然后另外七月十三号的时候也有要求说 因为一日幕僚的关系 这个影片爆红 所以也有要求说 希望我们提供这一日幕僚的拍摄时间等等的资料 但是呢 我想特别替他们澄清一下 他们的的确确是没有要求学姐去做说明 这一点的确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学姐会去说明呢 那是因为学姐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里面 那个小边科玉安他刚刚离职嘛 那学姐刚好就是他的接任他工作的人 所以他的这些到 就是不管是处理他的一些网路社群 或者是这些后续的工作 都是由学姐黄静颖来接任这个工作 所以呢 当王世坚议员他来说 所以他不是刻意被派出 他本来就是这项工作的 所谓职务的执行者 所以假设科玉安还在的话 会是科玉安去说明 那这个就是一个巧合 那另外我也要特别提到说 为什么会看到媒体 其实这一点我们也很纳闷 因为我刚刚出门前 才跟黄静颖学姐就是确认过 那他是一脸呆萌 无辜的说 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也吓到 就是为什么会有媒体啊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发媒体 我说我一定要跟你确认这件事情 到底这个媒体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说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媒体在那里 那我们推测的结果 就像刚刚习清议员提到的 其实真的很多媒体 从业人员他们会在议会附近 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注点 注手 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些突发的议题 他们会找议员做采访 我觉得这个大家电视上 常常看到很多议员受访 那为什么能够那么快速 就是因为说有媒体 都有派驻人员在那里 或者在附近 因为到北市府 或是到议会 都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嘛 所以那天真的是碰巧被遇到了 那么我也相信说 王世坚议员那边 绝对不会做这样子的安排 然后北市府这边也没有 王议员那边也没有 所以这纯属巧合 所以我想跟就是各位云友们 各位网友们说明说 这可能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我美丽的误会 对 我是王世坚的办公室的人 自己放话的时候 找媒体来说 那个学姐要来的话 我坦白讲 这个幕僚是白痴 不是白痴也接近白痴 我相信是不会 那第二个 刚才副发言人有讲 就是说这个副发言人讲说 这个媒体的注点 媒体的生态我很清楚 电子媒体呢 不太可能 很少会没事注点在这个 这个议会里面 不会 只有谁 只有文字记者 我想 我想时期是从电子媒体出来 他很清楚 我们平常要找电子 比如说我们临时有事情 想要找媒体 来找媒体的话 几乎都是平面媒体在 文字记者在 对 平面的文字记者在 电子的媒体呢 因为公司要调派 人手要调 他可能今天跑市议会 可能明天就是跑立法院 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的注点 这个说法 我是第一个 我不太能接受 就很明显的嘛 就是有人刻意放话的 说有这个行程在 有要做这个事情嘛 那我就想说 如果是王世坚自己找一 这个王世坚自己找这个 找媒体过来拍摄 然后想要借由这个学姐 然后来凸显他自己 或什么的 变成自己另外一个网红 坦白讲我觉得 他媒体的操作都是笨蛋 OK 这个幕僚自己 如果是真的有这个幕僚的话 坦白讲这个幕僚赶快开除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谁刻意泄出去的 这个就是 如果说不是王世坚 不是王世坚 不是王世坚泄漏出去的话 就很明显的就是 市府在那边泄漏出去的 那市府在那边泄漏出去的话 讲来一天就是要涉及我们议员 其实大家不要忽略一个事情 就是在事发的当天 有人在问说媒体会在现场 有一个说法没有被证实 就是说 因为那天学姐爆红了嘛 所以有电子媒体在问他说 学姐你今天会在哪里 有没有什么行程 那他好像有不经意说了 我会去议会跟议员 做一些说明 有这个说法 那媒体可能就跑去议会 守候说是不是学姐会出现 想要拍这个新闻 所以如果这个说法是事实的话 那就表示说 学姐不经意透露给媒体 他会去议会 可是他并没有邀媒体来采访 那媒体就在那个地方 知道他会来 是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 OK好 小七发言人 我要特别跟艳博议员澄清 真的没有 北市府真的没有 就是这样子去 好像安排媒体去那边 就是守候 然后呢 我刚刚也就是针对 习清议员的说法 其实我出门前我也问了学姐 因为我有看到那个 然后学姐是说 没有 他也没有跟任何媒体 透露说那天可能的行程 对因为他是一个 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 那也是算设施不深 所以他也有点吓到说 不要这样讲 他以前是东升 新闻云药文中信的记者 但是其实他真的 在政治方面的这个涉猎是很少 那他是 应该是说 我刚刚问他 我说你必须要很坦诚的讲 他说 第一个 我们真的没有安排媒体 第二个 我们也没有跟媒体有电话说 我下午要去议会 没有这件事情 那我要回应习清议员 就是说 刚刚提到 就是不管是世间议员 或是其他的议员 对一个事情都特别好奇 就是说柯市长 他常常找这个网红做政策的行销 那到底花了多少钱 那我今天特别请同事 制作了这张 就是这张表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费用的部分 最右边那一栏 都是00000 一直到下面 99750 所以这个久之的 从世大运之后 的这个找网红 合作行销政策 北市府的这些政策 总共就是花了不到10万块钱 那其他都是0元 那个这个资料 我们当然可以提供给议会议员们参考 这没有问题 你看那个9万多的那个 就是齐青讲了一样 要来10万一下 这部分我觉得 因为洽谈的过程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数字是这样提供给大家看 那为什么这些网红 愿意0元 来跟北市府做合作呢 第一个可能他们本身 对公共议题 也是有一个热忱的 他们也会认为说 如果我能够为这个我们台湾 尽一份心力 为台北市府尽一份心力 他也很愿意 那另外也就是说 柯市长因为他的这个 网络的声量非常高 所以这些网红 他发现说跟柯市长合作的话 也能替他来带来一些网络的流量 而且也许是他以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群众 所以他们也很乐意 所以在这部分的洽谈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就是说9次的合作 从世大运之后 9次的合作里面 只有一次跟蔡阿嘎的网红合作 是花了9万9千多块钱 那这个我们都是公开透明 很诚实地跟大家做报告 那我认为说 柯市长他做这个网红 就是说跟网红合作 来行销市政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第一个成本很低 就是说你看都是零元 第二个他的触及率也很高 因为这个转传很快速 那第三个呢 也替我们 就是说台湾 就是开启一个新的一种 政策行销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妨 往比较正面 比较正向的方向去思考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可能大家之前没有看到 所以会以为说花了很多钱 因为真的像一日幕僚 现在已经浏览率700万了 超过700万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 他是重复看 所以流量才会这么高 但是我们必须很诚实地讲 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的利益是良善的 并不是要行销个人 而是要推广市政 如何最大幅度 然后用这个最低的公堂 最低的成本 去推动台北市政 把我们做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的 让大家能够知道 然后不分年龄层 我觉得网路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媒体 所以我们才会往这方面去走 是 的确这个政治 透过网路来做行销 绝对是一个 你想躲都躲不掉的 一个趋势跟潮流 这几天又有一个 很有趣的活动 在台南 林逸峰 林董也来过我们节目 窥姬福来爹 crazy friday 我们第一天就绕 两万人去参加 看这个PTT上面 真的对他一片正面评价 这个苹果帮他做这个网路直播 90分钟就涌近8000多则 留言及按赞数 那很多网友说 这个一定要投 宁可选个疯狂的 也不要选作秀的 OK 真狂台南人都要投给他 比跨年还威 甚至有外线市民众说 希望林逸峰去他们那边参选 那将近晚上8点多的时候 林逸峰登台 原来不发表与参选有关演说 最后破功 他强调说 我会照顾年轻人的就业 生育与托育的补助 让年轻人愿意在台南生活 这是那天网友提供的 现场活动的照片 那我想再利用那个照片 就是柯市长上次 也是在网路的活动里面 这个图上这个叫什么 面膜 OK 这造型蛮特殊的 再想想过去的阿扁市长 变变变 时代正在改变 他在跨年演唱会的时候 变装超人 像这些透过跟一般 我们熟悉的政治人物 所言所行所为 不一样的方法 来凸显自己也好 或是颠覆当下政治也好 石瓷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新的威胁 对那些科班的民进党 科班的国民党 是不是你都要刷在台 来事情的观察 第一部分是柯文哲的部分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承认说 那个媒体到底是谁找去的 但是我相信对于 沈志玲来说就是那个王世坚的主任 对他来说他一定想 他一定会觉得一头雾水 他一定会觉得 我明明是请你们相关的 那个单位的人找来 然后你们找了一个学姐 还带着媒体 就他的感受上一定是 你们怎么带着媒体来 因为过去的惯例 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那所以他当然会有一种被设计的这种负面的印象 那可是学姐又说 那个媒体也不是他找的 我觉得媒体真的不会是在那边注点 电视台没有在那边注点 石瓷姐可是我遇过 就是在我以前在悠悠卡的时候 他一定有议题的时候 那是有议题的时候才会 平常不会 平常真的议会不太有人 但是北市府是有 经常有媒体常常在那边 那是市府 学者是市府 议会不是怎样 议会我也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处理的 市政府处理的恐怕不够细致 也就是说当学姐去报告 要去跟议员解释那些内容的时候 看到有媒体 他也可以说 主动可以请媒体出来 就是总是 总是这是一个要开会的场合 那如果整个开会 然后有一个媒体在那边晃来晃去的话 我觉得做的要细致一点 会让议员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 逻辑上来讲 如果不是我们安排的 然后也不是王议员安排 其实大家都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那因为那边是王世杰议员的办公室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对方 我们也不可能说 所以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会吵那么大也很无聊 因为到头来发现是一个罗生门 就是一个无头公案 不知道那媒体怎么会出来 然后双方都觉得 自己是那个受害者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弄那么大呢 我也一头雾水 恐怕是因为大家觉得 主任对学姐太凶了 那学姐那么可爱 大家都喜欢他 就会心疼 然后所以就大家开始暴动的在那边 骂那个沈志玉主任 我觉得他也无辜啊 他不过就是按照过去的惯例 找市府的人来说明解释一下 他想了解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觉得如果媒体不是学姐找的 双方恐怕都没有错 那所以这些网友们在那边暴动 在那边洗版 我是觉得你们其实有一点 有点太过over了啦 就是这件事情没那么大啦 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 那等一下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说林逸峰 你知道林逸峰那一场 就的确两场 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他就找了公安公司帮他办 然后也的确找了一些什么 日本的韩国的 还有东南亚那边的 对然后办的的确很热闹 那有很多年轻人 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 他们的反应是说 因为他们对政党的认同都降低 也就是说国民党让他们失望 所以政党轮替 民党做了这两年 他们好像也觉得不大妙 所以当政党认同度降低之后 有年轻人就在网路上说 那我要不要就干脆选一个疯子 OK 他们还定义用疯子 当然对林逸峰很不礼貌啦 可是我相信这恐怕是 还为数不少的年轻人的心声 这件事情的确值得这些政党 要去思考一下说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那其实我也想跟这些年轻人说 林逸峰提出来了一些证件啦 就是说让年轻人留在台南 然后盖房子给他们住 因为他自己是建设公司老板之类的 他提了很多的东西 能不能够真正实践 而且我认为会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些的确是需要检验的啦 那对政党的认同度降低 是不是就理所当然的 应该要去投一个疯子 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相关啦 所以选举这件事情 我觉得仍然是神圣的 还是得要冷静一下 就是他办的那个百大DC很好玩 你可以去玩 但是还是要试图的 从背后去找到说 你提这么多证件到底可不可行 然后你是不是真的实践力 就是拿你自己过去经营企业的 那些经验来检验你 你从政之后 能不能够符合我们的期待 那个冷静下来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OK 讲到选举这个E2Day新闻云 今天开始就开辟一个 2018年底的九合一大选的专区 随时进来点阅里面 最新有关选举的所有的新闻 这以前我们的老师常讲一句话 他说不好意思把他原名弄出来 他说疯子和精英是国家的风向球 这疯子不是真的 这个问题是说 比较有些不一样想法的人 当疯子拿耳涛子出来创业的时候 精英你就应该出来一探究竟 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 会让很多我们认为奇怪的疯子 在引领我们政治的风潮 过世的新歌 我觉得最后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形容柯文哲 他说今天的优势敌不过明天的趋势 他说柯文哲很可能 就是台湾明天的趋势 我那时候看新歌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也非常的慎重 也不是乱开玩笑的讲法 那现场讨论回来之前 我再开一下所有台湾政治的一个小玩笑 大家知道这是台湾 世界级的名车叫Lamborghini 你再怎么会再 了不起就再一名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而已 但是你看这台Tolaku的广告说 Pick up five times more women than a Lamborghini 就是硬生生比蓝宝监尼多在五倍多的女人 你气也好 事实上柯文哲就是开这个普通Tolaku的人 他当然没有开Lamborghini的人来得那么帅 但是以结果论来讲 他就是硬生生比开蓝宝监尼的多在五倍多的女人 对不起用一个女人来做一个小玩笑 我没有恶意了 这值得所有的政治人物 传统的政治人物 刻板的政治人物 多想想 当然柯文哲未必是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但是他的确值得你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柯文哲的现象 OK那最新的民调 最近这个美丽岛电子报 台北市长最新民调 就是说柯文哲他止疊回声了 林佐水说民进党失算了 当初以为用台湾价值的这个议题 把它打成蓝绿对决 那形成气科保窑 那事实上可能没有了 结果并不是这样 最新的民调 民党的杨文志委员只有16.4的支持度 武党籍的参选人柯文哲38.7 国民党丁守中丁老师只有30.5了 OK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台北市民的信任指数的话 柯文哲这个比较土黄色的部分 你看他在20到29岁30到30岁 大概难获7成到6成左右的 几乎是独占的这个信任度的支持 在年轻族群的这个部分 但是那天我问了 亲自问了 做这个民调的吴子佳董事长 他说20到39这年轻人 这群人投票率往往是偏低的 也就是说可能会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 这是未来市长要努力的部分 但是另外一个有趣的 就是信任度的部分 是你仔细看 对柯市长的不表态的 只剩下10.4 也就是对市长 柯文哲市长大概 我已经很清楚 帮你做定性跟定量的一种概念的形成 很信任的多少 还算信任的多少 不信任多少 那你看相对丁守中老师 他的不信任只有9.5 可是柯文哲市长不信任是22.7 也就是说对柯文哲市长来讲 是一个爱恨分明的现象 喜欢你的给你高次度 对你很不信任的也非常的高 OK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是这个吴子佳董事长跟我特别讲说 要跟云友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就是说虽然整体的信任度来讲 柯文哲市长领先 但是以台北市的行政区划分来讲 这么多的行政区 柯文哲在每一个行政区的信任度 都没有赢过丁守中老师 你看外圈这蓝的 通通把内圈的这个菊黄社 通通包在里面 也就是整体来讲 柯市长信任度高的 但是以行政区来讲 却没有个地方是柯市长赢的 反正是丁老师在领先 燕博兄怎么看这份民调 特别是一些小的breakdown 年轻人的支持度 包括说行政区的信任度 为什么会有 跟整体的支持度有这样的落差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在20岁到40岁 这一个族群的年轻人 支持柯文哲的特别高 对 这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趋势 也因为这样的支持度 所以柯文哲敢跟民进党说古拜 柯文哲敢跟民进党分手 跟柯文哲敢自己走自己的路 就是因为他这样子 他年轻人的选票多 可以弥补到你民进党所流失的 80到20%的这种选票 所以这个柯文哲 他就是坚持走这条路 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 很重视网路宣传的这一块 刚才我们的发言人有讲到说 他们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 因为便宜嘛 做这个要宣传 你看点音率这么高 坦白讲这是正确的道路 而且很多是 候选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就我的了解 也有很多候选人 想要跟这些网红合作 但是这些网红没有选择 跟这些候选人合作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怕占染到蓝绿的问题 那为什么敢跟柯文哲合作 敢跟柯文哲这样子 做这么这样的节目 然后做宣传 因为柯文哲本身 就可以带来订阅率 所以做这样的宣传来讲的话 柯文哲就是主打 年轻族群的这个选票 刚才主持人讲说 那这群人会不会出来投票 在柯文哲这样胡闹下去 柯文哲这样 不按牌理出牌的 这种选举方式出来的话 这些人会出来投票 会出来投票 那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在跑这个地方的行程的时候 柯文哲的现在的行程是怎么样 他不是只有大活动才去 他连礼上的一个单一的母亲节的活动 礼上单一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礼 一个礼 他就会去 而且他去呢 他不是说去了以后跟大家say hello 然后这个词就走 不是哦 他下去是跟每一个人握手 而且每一个人要来跟他拍照 他是来者不去 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所谓的民众对他的那种用戴度 只有我只有看过一个人赢过他 就是当初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有这样的热度 那他那个马英九当时候的那个热度 跟现在柯文哲的热度相比的话 大概 那个这个 大概柯文哲的这个热度 大概只小输给民进党 小输给这个马市长当初的热度 大概只有一成到两成这种味道而已 这些活动 这些这个大型的这种聚会 你只要去看 你要去看柯文哲的他跟民众那种互动 你就知道说 哇 其他的候选人到底要选什么 同样的丁守中的我也看到 那个辽文志的我也看到 但是就这种所谓的民众对这个候选人的那种 爱戴或是对民进党那种欢迎的程度 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来讲是所向披靡 OK 所以以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按照我们上次我在节目讲的说 按照萨哈都的这种选举方式 不要讲了 柯文哲一定落选 可是为什么那时候还保留说 柯文哲是因为 我就想想想 他的胡闹 还有他的不按牌体出来的一个程度 会颠覆这个 颠覆的这个选举的 这个选举的模式 会颠覆选举的趋势 你看柯文哲过去 按照过去的这个 蓝绿之间的选举的方式 现有的候选人 一定都是按照他的行政资源 拼命打那种免费的看板 因为那我要施政宣传 拿行政资源来做这个电子广告 为什么 因为我要做施政宣传 这就是所谓的行政的这个 执政的优势 可是柯文哲在这块方面来讲 跟过去相比的话 几乎少很多 几乎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他花很多时间 在处理这块网红 处理这块网络的宣传上面 而这一块是其他的候选人 想要看 想要知道 想要手伸进去 而没办法伸进去 没办法 看得到吃不到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目前选举来看的话 如果说明天要投票的话 绝对是柯文哲会当选 柯文哲只要保持这样的热度 你看柯文哲都没有抛议题出来 打其他的候选人 没有 他就是走他现在自己的 这种网络宣传的方式 这一块如果把他的票 如果都能吹出来的话 刚才按照我们主持人讲的话 这票投票率不高 但是如果能把他吹出来的话 坦白讲 问啊 后面的这个蓝绿之间怎么样攻击柯文哲 怎么样对质疑柯文哲 柯文哲都不怕了 验博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现在新党到底跟柯文哲之间是什么关系 没有我们第一个 刚才思杰问得很清楚 对 问得很好 第一个柯文哲跟我们到现在完全没有接触 对新党还没有表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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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丁守忠还是 那个没有 柯文哲到柯文那个 我在议场的时候也质询过柯文哲 说你怎么找别人 找很多就不找我们新党 他就说这个理念不合 这个理念不合 这个立场不一样 对啊 所以第一个 我们不会主动找柯文哲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柯文哲也不会找我们 因为他找我们的话 坦白讲 他的很多票也会流失的更多 所以他要衡量一下 所以他有经算过 那我们新党会说 为什么说有条件的支持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的两岸政策的立场 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光是这一点我们可以来讨论 但是说要不要支持他 那以后要坐下来谈 但是问题会不会坐下来谈 有没有这个机会 坦白讲我几乎觉得几乎没有了 OK好 徐星兄 这个这边民调 我想你作为国民党的从政同志 应该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 这边因为这个敏凤 他在这个民调里面 他有一段话来形容 丁守中丁老师 因为过去一般来讲 丁老师还有微服的领先 那这次这两份民调看起来 丁老师就明显落后 他说这个丁老师叫做佛系选战 这种风格在这次选战中 被称为佛系选战 佛系一词来自于日本 本来是戏称当今日 当今日日本的年轻人 欠缺奋斗心 犹如佛教的一切顺其自然 四方缘分寄到事情自然成功 丁守中好像也是如此自在心态 在打选战 您同意这个敏凤这样子的评论吗 另外就是说 特别有趣的是说 OK 为什么在行政区里面 他的信任度 丁老师全部赢过柯文哲 可是这种在整体的支持度 反映不出来 您的观察 柯P大概是 全台湾唯一的一个政治人物 信任度比对手低 可是支持度却比对手高的政治人物 那这反映一个很奇怪 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 如果多数民众对他是不信任的 为什么他支持度会超过丁守中 那到底选民在想什么 就像刚刚彦博说的 很多网红过去是不碰政治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乐于 甚至很积极的 要跟柯P来合作 互相拉抬 那就表示说 柯P已经跳脱传统蓝绿的政治人物 走出另外一条自己的道路 那这个就坦白讲 我也承认说 这个是蓝绿所有政党跟政治人物 必须要去审视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的确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可是这代不代表说 这条路可长可久 它真的代表一种趋势吗 除了技术面之外 以新党为例 刚刚彦博说 我那时候彦博在议会直询 那时候我也听到了 那他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们新党 他甚至来说你是看不起我们新党啊 那柯文哲就说 好像有说什么道不同不相 我们有什么理念 照理说啦 小齐在这个地方 柯文哲现在的逻辑是说 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越少越好 那坦白讲新党不能当朋友嘛 如果按照柯文哲的逻辑 所谓的白色力量是超越蓝绿的话 今天就市政议题来讲 有什么蓝绿可言 如果就市政议题 就台北市民的最大利益来讲的话 哪个政党朋友不能合作 你为什么要花地支线说新党跟我理念 到底哪一点不合了 如果你的两岸一家亲 雁博在那边都说 跟新党的两岸理念 没有太大差别的话 你为什么要置外于新党 是怕被扣帽子吗 是怕被扣红色的帽子吗 还是你被深绿的人扣上红色帽子 扣太多了 你已经怕了 不想再招惹新党 再被扣更深的帽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心中有没有蓝绿 你真的是超越蓝绿的白色力量吗 这个是我们要检视的地方 这就是我刚刚回到前面讲的 为什么他是不被信任 可是却支持处高 类似这样的中心思想 跟政治理念的东西有没有被检验 那如果到11月20号之前 甚至未来他如果投入 真的总统大选 这些都不必检验 而且可以亲戚过关 只要他能够掌握这些网红 掌握这些媒体通路 看好这些年轻人 就可以一路这样亲戚过关 一路当选 一路有高支持度 可是却同样有低信任度的话 对台湾的政材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深思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除了 坦白讲 科幣有科幣的特色 你说蓝绿丁手中 咬文之交 可以去写他那一套 未必学得像 搞不好变成似不像 这话我不成反类犬 未必占得到便宜 你应该是照自己既有的步调 所以我刚刚必须要替丁手中 承认一下说 按照敏凤那样的定义的 所谓佛系打法 好像有点消极 有点顺其自然 可是丁手中没有那么消极 也没有那么顺其自然 事实上他非常积极在跑 只是他的网路声量 他的媒体曝光 的确包括姚文之 包括丁手中 比不上克文哲 全台湾政治都是这样子 甚至连蔡英文赖清德也比不上他 的确 你连中央执政的总统跟行政院 都比不上他的声量 跟媒体的曝光的情况之下 的确在跟他竞争的对手的同时 这个部分是会有点焦虑感的 就像前一阵子 吴敦毅常被说是吴主席 萧氏的主席一样 就说吴敦毅忙不忙 很忙啊 他行程很多啊 他之前为了党内协调 提名的事情 坦白讲全省在奔波 可是不见得有媒体曝光 不见得有网路声量 因为不好玩 所以我想不管是姚文志丁守宗 都非常认真在学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反映在媒体上面 让民众有感 特别是对网路进行 对年轻族群 这个非常重要 可是我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我觉得 姚文志跟丁守宗 真的都不够积极 也就是说 你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声量 你就是苏人 你就是比不上柯文哲 柯文哲他就是很好笑 他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pipo 那你为了要打赢他 你就要想方设法 不断的增加自己的音量 不管是脸书的广告 不管是跑马灯 不管是大刊版 你能发声的地方 你就要拼命去发声 你要把自己的声量冲高 冲到最大 就算比不上柯文哲 但是也比你现在好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蛮佛系的 两个人都给我的感觉 都不够极致 与其说他们佛系 不如说他们还是在走 传统的选举路线 比如说跑地方 你在等祖产的感觉 这个跑地方的基层 或是有餐会的时候 你请我过去 我去讲讲话 然后我去跟大家握个手 就是这样子 就仅止于这样子 到现在 这个时间还没到了 就柯文哲就傻傻的 就去办一个什么大型的造势晚会 你把前面的 你把能量全部都烧掉 你后面要烧什么 重点是办吗 对 还拉不起来 那也就是说 你相对的跟柯文哲的选举模式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不是佛系 他们走的就是一个传统派 那你柯文哲虽然年纪 年纪其实坦白 柯文哲年纪也不算大 48年是的 他年纪也不算大 但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所以他可以纳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年轻人叫他去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年轻人的幕僚叫他去做什么 他去做什么 也就是说就柯文哲的身边的来讲的话 他不缺行政官员 他也不缺那些创意的点子 唯独政治的幕僚到现在他还是很缺乏 所以才会反映到我们的民调上面来讲 因为他的政治的这一块 信任度低但支持度高 他的政治幕僚是非常缺乏的 你看旁边你看他学姐 对对 学姐他可能有一个很好的idea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吸睛的这种效果 我们今天的发言人也是非常的中规中角 也是很优秀 但是就以整个政治操作的这一块 坦白讲他是缺乏的 他身边是没有这样的人才 以至于他的信任度会比他的这个知识度 是没有办法相符合了 所以柯文哲未来除了在积极的冲选票上面来讲的话 除了那个年轻人的选票 你把他积出来才可以打 才可以甩掉民进党的这些包袱以外 最重要的是你在政治上面来讲 如何让人家能信任你 柯文哲讲的一句话说 柯文哲讲的话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看柯文哲讲的这句话 我第一个反应 不要说是一般的民众 我看政治看这么久 我还在怀疑说 你讲这句话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来发言人 这个媒体导电子报民调夺第一 市长说模拟考第一名没有用啦 要最后联考考第一名才有用 你对整体的评估 特别是两位议员提到说 这个信任度低支持度高的这种 不太正常的现象 这不太正常不是坏言 跟一般我们传统的理解不太一样 您的回应是 无论是支持度看好度或是好感度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都希望这方面能够争取到极致 可是每个人大概都会去看自己 不足的部分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份数据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我们做的还不够 哪一些地方还需要努力 例如说在20到40岁左右的 这个市长的支持度当然是 七成六成对 但是在于就是长者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认真在推动的部分 例如说老人共餐 这些等等的市政工作 好像在这个市民的反应上来讲 还没有真正反应出来 那也许是我们的着力不够深 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些族群的沟通方式 也不够正确 所以每个人都是看自己不足的部分 可能不同的阵营 看的点是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共同研究的 也就是从几年前开始 就是说比较中立的这些民众增加了 那政治光谱的位移就是蓝绿板块 慢慢的在 对 慢慢的在萎缩 那中立的这些 就是说他们不倾向哪一种 颜色的这些市民越来越多 那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会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无论是哪一次的民调 都有发现这样的趋势 那包含我们之前研考会的民调里面也是这样 就是说市民告诉我们说 就是我没有倾向哪一个颜色 但是我要看的就是你的市政 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实质的帮助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东西是 可以去做研究说 到底这些选民他的一些真正深层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为什么他会对政党政治失望 为什么他会认为说好像台湾民主走到现在 那政党政治做的这些东西会让他觉得说 反而他不要了 反而他抛弃了 他想要往中间走了 他不要原来的方向了 这些东西才是值得真正深度去思考的一些事情 那我会认为说 在我们这几年以来的观察 就是政党来讲 有时候会让人民或是市民们感觉到说 好像党义凌驾于民意 所以这个现象是很明显 那所以说会不会是因此造成他们的厌倦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议会在里面 例如说党团在开会 可是到底你们真正在研究的是你们党的想法 还是人民的想法 对所以当柯市长他就是这样子 平地一身雷脏义军吐起了之后 然后担任市长 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是持续在观察 所以信任度他当然上上下下 这个是很正常 因为市民还不确定说 他到底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 可以长久信赖的政治的新选项 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对于信任度这个 有高有低这样子的解读 但是就是说台北市民好像也愿意 就是给他这样的机会 去告诉大家说 你还有什么可能性 你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的未来是不是 还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发展 我让我补重一下 发言人还在质疑说 各议会的党团到底讨论的是党意还是民意 坦白讲不是你发言人可以讲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在质疑党团在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你柯文哲一天到晚想要参加党团会议呢 这一点你们自己要去检讨一下 另外一个我们从整个世界趋势来看 主持人应该更清楚 你看日本日本的东京都 还有其他的这个美国的纽约 全世界一流的大城市 他们的市长几乎很多都是无党级的 都不是主要政党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高制 就是所谓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制式水准 或者说各方面的发展 比较快的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这个都市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就如同大家所讨论的说在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 是不是让人感觉到厌倦或者说就是你们这几个党 然后这几个政治人物 怎么到现在新北市是推还在推苏贞昌 大家会觉得说你玩不出什么新把戏 忽然有一个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 比如像朱利安尼或者像这个石原圣太郎 这样的政治人物忽然突然突显出来了以后 自然而然大家会吸引到那个目光去 这个政治政党对我们来讲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而且这是一个地方的选举 那这个换一个人来做说看 为什么不可 台南也是一样啊 台南你去问那个 我也前几天也是为了这个一个活动 然后去台南去参加 然后去拜会的地方的好朋友 我也问了说赖清德在这个台南市做了些什么 他们都说台南带清德在台南市真的没有做些什么 以至于会你看有一个后选人出来 后来会造成一个风气出来 这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政治人物要去检讨的地方 OK这个最近的这个 游盈龙老师所负责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委托三水民调所做的一份民调在礼拜天公布 中性不偏任何政党的在台湾人口里面 占了49.6了 那温和民进党再强烈民进党 就大概25.2左右的比例 从蔡英文总统刚当选的时候 最高达51.6降到一半 只剩下25点多了 那温和国民党再加强烈民党 加起来就20个percent了 我们要进这个VCR之前 这边有一个也必须帮柯文哲市长做进一步的澄清了 柯市长并没有脱口售出所谓贪婪的老人 说那个要领那个老人年金 他原文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去跟 这些老职生的国民党说 你要跟他们讲说你是贪婪的老人 你就是没拿到1500不爽 他说不投给柯文哲 你骂他老人他更不爽 这些话你通通不能拿出来讲 并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贪婪的老人 要进VCR之前我心中有一个小题目 也要跟柯市长就叫 政治人物与艺人最大区别 这是柯文哲你过去说的 艺人只要带给粉丝欢乐 而政治人物却要带给选民希望 作为一个网红的政治人物 当然有他时代的价值 但是他的结果论来看 你是给我们欢乐 还是给我们希望 作为一个中间选民的杨文嘉 我瞪大眼睛再看柯文哲你以后怎么做 要进VCR之前再提醒一下 所有的年轻的 因为我们新闻云的节目 一直都是一个透明对称 资讯自由流动的媒体 希望你们有任何的意见 都上我们ETT Today新闻云的官网 播吧 来跟我们做互动 包括你想要什么样的主题 你想邀请什么来宾 我们都愿意跟你做面对面的云端的沟通 我们先进去VC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现场 这个ETT Today新闻云 这几天公布一个最新的民调 这份民调是6月10到7月3号 透过结合网路与电话访问 所谓继维九世的民调 所做的 一共完成2315份有效的样本 这份民调 所调查的是有关新竹市市长 在年底选情 目前所做的预估 民进党籍的林志坚 现在获得38.5的支持度 领先国民党的许民财 他的制度是16.95 另外日前宣布说 要参选的五党籍的许文进是6.2 多不支持的大概有10.8 然后不知道没有意见的27.1 比较特殊的是林志坚 从上一次的调查51.4 大概他的制度 有稍微的一些下降到38.5 另外民进党也认为说 以这次选情来讲 基隆 桃园跟新竹市 是相对选情稳定的地方 希望这三个地方能够形成 所谓未来的外溢外扩效应 能够让整体的选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 燕博怎么看 新竹市长这个选举的支持度 非常年轻的一个候选人 第一任的候选人 而且我们过去都讲说 他跟郑文燦在地方的治理上 也是相当的无设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新竹市 我刚才跟习清议员开玩笑 所以两个候选人一站上去以后 真的坦白讲 那个形象上面各方面 真的有天壤之别 那这个新竹市当初 曾经被民进党认为是危险的城市 那我像现任市长 也许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努力 他自己也稍微紧张了以后 这一年确实是做出一些 还不错的一些这个 那也看过他很积极的去宣传自己 然后去宣传他们是这个市政 所以当民进党要 他要选求连任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一个主力的因素 就看国民党推谁出来 但是很可惜的 国民党在新竹市 似乎好像没有培养人 同样的在国民党在台北市 坦白讲也没有这样的人 丁守中是很多人的老师 老师还要再出身选台北市长 那国民党真的是不是 在这个世代交替上面 这个联盛文下来了以后 就几乎都没有人了吗 为什么讲完不敢呢 同样的民进党也是一样 民进党在新北市也没有培养人 但唯一成功的就是在新竹这个方面 培养出来一个亮眼的新星 也就是说未来的选举这种模式 其实坦白讲形象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柯文哲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这种的声势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各方面的形象 不是只有医生的形象 他各方面的形象 跟其他的候选人是不同的 是有别意传统 连姚文是大我没几岁 他已经算是他的选法 他的各方面的形象 还是算是传统的形象 所以有种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 选民都会特别去注意 所以他的宣传就好宣传 新竹市长的候选人 也是站在这样的优势在 所以你要看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为什么到现在然后三% 这个十几%一直拉不起来 坦白讲国民党自己要负责任 没有培养更多的信任出来 民进党有没有 有但是民进党这几年做的也不太足 所以以至于新北市到现在还要推一个老先生 说已经不选的人还要再出来选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培养新人 培养心血 我想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要做得积极一点 柯文哲这一方面坦白讲就是比较好 他很敢给新人机会 他虽然是用这种海选的方式 其实讲难听一点 你想要用谁你就用谁嘛 你干嘛用这样 但是他会让人家知道说 我要找一些年轻人进来 包括我们的观传局局长下来了以后 找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局长来坐上去 也就是说同样的人在国民党 同样的人在民进党 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是投靠在柯文哲阵营 就会有这样的机会 不能说一步蹲天 就会有这样的机会 得到一个可以发挥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来讲的是说 未来这个培养人才在上面来讲的话 两党都还要继续做努力 OK 习近兄 我上次访问新北市国民党的候选人 侯友宜 我问他说你对国民党有一个评语 他说对八个字 他说国民党没有给年轻人机会 OK 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看到林志坚 也看到比如像苏仁章 前县长 前院长 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年龄层世代 可是就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选举风貌 这个部分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国民党有没有给年轻人机会 过去传统上面大家刻板印象都是觉得 年轻人到民进党机会比较多 现在年轻人到柯P那边机会比较多 可是这一次台北市议员选举 我负责任讲国民党提名33个人 有10个是新人 都是年纪很轻的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这个比例是各政党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有一个年轻人机会 至少这一次台北市议员有的 那我必须要讲喔 现在随着好像年轻就是王道 然后网路平台兴起 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刚刚我们讲的台湾民意义基金会 那个民调 自认为是独立跟中间选民的将近五成 49.6% 有史以来最高 而且还有一个指标更恐怖 希望有一个新的政党来制衡蓝绿两党 居然高达57% 那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柯P 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号召力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指标 像我们刚才开始提到的 台南的林逸峰 是 他办了一个很成功的party 如果按照实习刚刚标准的话 在网路声量上是肇事成功的 是 那我很好奇的是 他最后可以转化成为多少选票 还是只是叫好不叫做 大家看爽而已 对 那他跟柯P的差别会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柯P他是一个 非常善用执政优势的人 怎么说 他可以讲得很漂亮 我不承认进选总部 我用分享办公室 我都用年轻人 我不插旗子 我不做看板 如果今天丁手中跟姚人志 大量去做了看板 大量做了一些传统造势的行为 相较于柯P 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者是非蓝非绿的选民 他的观感会是什么 是 你们又在找选举老套 OK 人家柯P不一样 问题是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现任市长 所有现在的市政 所有现在的市长行程 都可以作为他选举造势的行程 所以他可以很超然的说 我不需要承认进选总部 我幕僚可以维持最少 我只要几张桌子 分享办公室几个幕僚 好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现任市长 如果他是四年前的柯P 是基督主任的柯P 他这样选 你觉得他选得上吗 所以我觉得他很善用于现有的知识 那坦白讲 这也是国民党 民进党自己要学习 比如说 相较于柯P 现有的造势方法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任的基础 他可以善用这样的资源 可是你国民党一方面 你传统的做法已经不被认同 那你不做 坦白讲你往路深加上拉不起来 那你到底怎么样去突围 找出一个可以检验柯P 又可以凸显自己的方法 甚至在年轻人族群当中 在网路上面 可以造成一定的声量跟影响力 坦白讲按照目前的打法 看不出未来的希望 我根下大概四个月左右而已 所以我觉得不管丁守东 姚文智都面临很大的考验 OK好 我们最后时间大概剩两分钟 那就麻烦发言人一分钟 做你的结论 OK 我觉得刚刚几位就是议员 跟石琪姐提到的 其实不论哪一个阵营 自己不足的部分 就是尽量把它补足 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倾向一个 比较正向的说法 因为我并不认同说好像 就是市长是在利用这个市政的资源 在做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推动的都是台北市政 不是为个人 而是为了宣传市政所做的这些东西 大家看到 所以不要把它简化或归纳成个人 然后市长一些像是断章取义的事情 有时候常常被误解 刚刚文佳哥也感谢 在选举期间 宣传市政跟宣传个人很难做区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身为幕僚是真的很担心 他真的没有在做选举的事情 都一直在做这个市政的事情 我们自己本身看的是这样 由内而外看的观点 提供给你们参考 OK 来 石琪一分钟结论 大家都笑了 大家要解释一下 好啦 就是说 我觉得整体而言 我看整个这一次的 各个政党的提名 民进党仍然是年轻人 比较可能有机会 包括刚刚那三个县市 就是他们的年纪 这个林志坚还蛮小的 他是38岁就选上 林又昌也年纪比我小 是 曾文山比我大的两岁左右 这一次还有一个政朝方 才30 不知道出头 对 整体而言 我觉得民进党还是比较愿意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那国民党为什么 看起来有一些仍然在疲弱 就是他提名的人 仍然是过去的老县长 或者是过去的那种 比较 不管是年纪上 或者是形象上 比较没有办法突破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危机 那至于说 是不是新的人 就一定会好 或者是到底 选民现在喜好度是怎样 我觉得到头来 仍然是还是要用 你的成绩单来做检验 比如说那些年轻人那三个 很多人私底下就说 他们是民党三个小虎队 那他们三个人 为什么看起来 希望他们的能够有外衣效应 一切都是成绩单决定论 是好 我这些简语很简单 长颈鹿跟长颈鹿 希望今年年底的选举 每个选民都做一支长颈鹿 把脖子伸长 好好看一下这些候选人 但是做候选人 希望你也提供给 每个城市的市民一条 可藏有愿景的大马路 我是一片银天空室 我家云端接连线 明天同时间云端再见 谢谢世伟 谢谢